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 如何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变得至关重要 今天这集节目呢 跟大家来一起探讨 为什么极简表达力如此的重要 以及如何培养提升我们的沟通品质 首先极简表达力的重要性提现在许多的方面 那以下呢 我就列举三个重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部分呢 极简表达力呢 它可以提高理解和记忆 当我们用比较简洁清晰的语言表达的时候呢 我们的听众会更容易的去理解我们的意思 更有可能记住我们所要说的内容 所以过多的辞早或者是修辞呢 往往都会让信息变得比较模糊 听众反而很容易失交 第二个部分呢 极简表达力呢 它能够节省时间 节省我们的精力 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大家往往没有时间 也没有耐心 听我们讲短话长说 因此呢 极简表达可以更迅速的传达我们的讯息 留住听众的注意力 节省双方的时间 还有精力 第三个部分呢 是建立起专业的形象 在工作或者是专业领域里面呢 能够用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 不仅它能够凸显我们的专业素养 还能够建立起来很良好的形象 这个技能对于领导者 或者是沟通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好 说了这么多 极简表达力的重要性之后 那我们究竟要如何来去养成呢 以下呢 我跟大家分享三个 我自己的练习方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咯 首先我个人认为 沟通它包含输入 还有输出 这两个不同的方向 当我们对自己想要传达的内容 越了解 掌握得越充分 我们的表达往往就能够更切忠核心 同时表达也会更加的流畅跟自然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大量的阅读 是我们很重要的练习 你有输到用时方很少的经验吗 想要讲的话呢 突然找不到合适的字 或者是词汇来表达 然后用了许多不必要的形容词来赘述 那这样的结果呢 往往没有用一个精准的字词 来更让人家容易理解 所以好的沟通 往往需要大量的阅读 作为基础 除了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含量以外呢 还能够借鉴作者的写作技巧 学到精烈的叙述能力 那么在阅读之后呢 讯息的浓缩 还有重组也会非常的重要 我想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堂 我在好好好学校 线上课程平台学过的课程 叫做图解表达力 在课程中 老师分享如何在长篇文章中 以及海量的资讯里面 抓到重点 找到关键字 再帮助我们将关键字串联 组织成有意义有逻辑的新制图 另外这些讯息 如果想要呈现给别人听 通常呢 我们都会使用简报 当作是我们很重要的工具 不管是跟你的下属 不管是跟你的学生 或者是跟你的客户 做表达 图表跟文字 要如何排版 才能够最精简漂亮呢 如何将弱弱场的文字 转成让人家一目了然的图像 其实在这堂课程里面呢 老师也会透过 无数的案例 拆解 分析 深入前出的来教导大家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拥有这种 海量大量的案例 应用的课程 因为这样子 它能够帮助我 更好的吸收理解 同时呢 也能够更快的上手 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就像我自己在 规划说书的节目内容 就需要把一本 两三百页的书籍呢 浓缩成 十几二十分钟的节目 那么透过绘制新制图 截取书本的重点 再找出关键字 跟关键字之间的连结 让节目听起来呢 就可以更加的顺畅 更有逻辑 又例如这期节目的脚本 我也是使用新制图的架构 先定出极简沟通力的主题 再提及极简沟通的优势 以及该如何练习 并分别给出三个优点 以及三个练习方法 最后再加上 每个段落当中 我需要补充的内容 就可以依照这样子的架构 进行节目的拍摄了 所以绘制一张新制图 我们可以同时掌握住 抓重点 以及重组重点的能力 那这些练习呢 都可以让我们的沟通 化繁为简咯 我会将课程的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看看 点选连结 并且在结帐的时候 输入KOLDAN KOLDAN 就能够享有85折起的优惠哦 最后一个练习的小技巧呢 是时间的管理 人的注意力呢 是非常有限的 好比我们在TED的演讲上面 一个讲者往往只有18分钟 超过这个时间呢 台下的听众可能就会开始分心 不耐烦哦 因此一个好的讲者 会懂得掌握时间 可以借由限制说话的时间长度 或者是简报的业数 来强迫自己 断舍离 去无存经 只保留住切众沟通目标 或者是符合沟通对象 想要知道 需要知道的内容 例如你在跟客户做简报的时候 想要行销你自己公司的产品的时候 与其摆放一堆公司的简介 过往的丰功伟业 那还不如放上产品 可以如何帮助客户争执 或者是其他使用者的体验回馈 会来得更加的有吸引力哦 OK 以上这些练习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 极简的表达能力 但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 跟刻意练习来做到改进哦 我记得过去 我在电台主持节目的时候呢 因为我个人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口条 以及麦克风的使用方法呢 也是被录音师 慢慢慢慢的精雕细琢出来的呢 所以图结表达力这门课程呢 推荐给想要精进工作 竞争力的大家参考一下咯 课程连结 一样是放在影片下放资讯栏 点击连结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KOL DAN 就能享有85则起的优惠 别忘了 记得使用优惠码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节目内容 希望或多或少 都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咯 如果喜欢我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拜拜